今天上午在捷运淡水站前方 由淡水普照寺还有淡水区公所 以及佛光普照基金会 所共同举办的行善功德大捐赠活动 由于淡水普照寺都会在每一年的农历 10月初八来举办 而并且来推行吃素行善的佛法善念 虽然今天一大早淡水是下着大雨 但是公益送爱心是风雨无阻 而现场不只是由普照寺所准备的便当 还有超过1000份 而许多节缘品还有推广素食佛学书籍的摊位 希望可以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今天上午位于捷运淡水站前方 可以看到有一大片的摊位与帐篷 由淡水普照寺淡水区公所 以及佛光普照基金会 所共同举办的行善功德大捐赠活动 现场不仅是由普照寺所准备的素食便当 超过1000份 还有许多的节缘品推广素食佛学书籍摊位 希望能够让这个社会更加美好 我们今天是在推广农历十月初八吃素行善 互生的功德大的一个活动 那在这个活动里面 我们今天准备了大概1000份的素食便当 500份的包子 无数的节缘品 我们的福惠平安米跟平安饼 大概加起来有3000份 那所有的物资零零种种加起来上万份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希望大家拿回去心灵得到一份安定 然后呢 也能够知道呢 我们爱护这个地球 爱护这个环境 普照寺表示 以说好话 行善举 心存善念为出发点 淡水普照寺在美宁的农历十月初八都会举办活动 要针对淡水区内的弱势族群 发送物资给他们 现场还有设议检 议者等单位 另外还有许多平常 信众所捐出来的干净二手衣物 一同要发送给弱势朋友们来领取 而这一次更准备了平安米等民生物资 有超过3000份 去公所也一起来加入发送的行列 发给来领取的低收入户 跟普照寺合作的主题 就是吃素行善做功德 一根吃素减少这些碳的排放 那来行善做功德 那我们公所跟普照寺合作 除了我们提供了相关的这些需要帮助人员的名单之外 我们还有同仁这边来协助 那普照寺这边也非常用心 大家看得到 从包括物资的发放 包括益剪 剪头发 甚至有包括我们的这个便当来提供 今天提供了1000份便当 还有500个这个包子 大家可以看得到普照寺非常用心 公所表示淡水普照寺 不仅是地方宗教文化上的推广 对于关怀弱势居民 举办公益活动更不遗余力 现场还有佛书的赠送 淡水普照寺住持表示 今年特别希望借由这场活动 在疫情之后 可以照顾到许多弱势族群 借由宗教的力量来抚慰社会心灵 在佛法当中得到帮助 对于这次的公益活动 同时希望能够对教弱势的居民 给予最实质的助力 记得许多弱势带你谁猜方白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